AudioJungle AudioJungle 2013年,该视频在把布时,引去了影坛大哥的名字。但此次并未消音,直至已过去的邓光荣和仍然活跃在影坛的曾志伟。 当日下午,曾志伟发布声明,称该视频为经过剪辑的不识信息。曾志伟发文截图,全文如下,严正声明,近日,部分网络用户及新闻媒体,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公然传播层,志伟信息栏接音等经剪辑的不识视频信息。 该等不识视频信息,已经发布便引起众多不明间向网友的相继转发及评论。曾志伟先生也。 此蒙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质疑,误解,为正视听。本公司代理曾志伟先生,严正声明如下。 一、网传所谓曾志伟信息栏接音视频,细经剪辑的不识信息。 二、本公司正告相关不识信息的发布者及转载者,务必第一时间删,彻相关不识视频信息。 同时进行广大网络用户,其新闻媒体能够理性、甄别信息真伟,共同抵制网络谣言。 针对此次造谣事件,本公司及曾志伟先生,以为进北京心权律师使,勿索依法取证,严肃处理。 针对待遇中,指,侵权行为者。 本公司及曾志伟先生将坚决依法追责,策此声明。 10日,据全明星看报道,蓝结英曾是小港无线电视台的单家花旦。 当年他在周星驰电影《大话西游》中,凭借蜘蛛金春十三娘而被外界称赞,容貌,演技俱佳的他,未来本是一片光明。 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却因精神失常而被迫吸引。 对于蓝结英精神失常的原因,娱乐圈一直众说纷纭,也曾有某媒体披露蓝结英精神失常,是因遭遇两位娱乐圈大佬的性侵。 这两位大佬究竟是谁? 此前也是各种猜测,近日搞点娱乐,收到了香港某知情人士提供的放弯视频。 在视频中蓝结英亲自讲述了自己不幸被娱乐圈的两位大佬强奸,一位是已经过去的香港著名演员邓光荣,而另一位聚蓝结英亲自讲述,是现在依然活跃在香港影坛的著名演员曾志伟,邓光荣资料图,曾志伟资料图。 记者,你说邓光荣强奸,你是真的吗? 蓝,我骗你干嘛? 记者,什么时候啊? 蓝,很久了,大概二十几,三十年前了,他怎么死的? 心脏病啊,记者,就是心脏病吧,报纸上说是心脏病。 记者,曾志伟是真的信心你了。 蓝,蓝结英一直点头新加坡。 记者,怎么在新加坡信心你? 蓝,他们去拍戏,他们叫我去探班,有机票,去探,班玩玩。 记者,信心你的时候是不是喝酒了? 蓝,喝酒了之后我特意回房间,他有一个房间特意给我住的,我锁了吗? 他不知怎么拿了钥匙。 不是酒店,是租的房子,两层高的房子。 据蓝结英表示,在当时遭遇了曾志伟性侵后,他迫遇对方视力而没敢报警。 只能自己去医院吃事后避孕药,此事过去已经二十多年。 蓝结英称,曾志伟也从没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向他道歉。 记者,他性欺了你为什么不去报警? 蓝,我去看了医生,我怕被强奸了会有孩子。 所以,医生问我,为什么吃事后避孕药? 记者,你在哪里看了医生? 蓝,新加坡? 第二天就去看了。 记者,怎么不去报警? 蓝,如果报警他就会很倒霉,我也会很麻烦。 反正我觉得他是在精神状况很不自主,很不正常的情况下。 记者,他有没有跟你过道歉啊? 蓝,没有,除了这两次惨痛的经历外。 蓝结英也谈过两段恋爱,但因为遭遇过性侵犯,所以蓝结英总是认为自己不再纯洁,竟然用自残的行为报复自己。 记者,这个是谁割的? 蓝,我自己割的。 记者,为什么要割? 蓝,他让我觉得被两个男朋友X过了,第一次是强奸的不是我愿意的。 第二个,是我所遇见真正喜欢的男孩子,你不认识,他是普通人。 蓝结英在二十多年前所遭遇的痛苦经历,是常人来你想象的。 心思呆纯的蓝瓜,始终为能走出这段黑暗的历史。 玉面桃花的全十三娘,也化作一缕新年变成过往。